一具枯骨披着破烂衣裳 盘坐在道观中 枯骨头顶悬浮着一道宝光 宝光中 隐约能看到一座光怪陆离的微型世界 传来大道颂唱之音 道兄 得罪了 陆云昭躬身一礼 一手探入宝光 虚愈之后 他的手中多出一枚龙眼大小 烙印着玄奇道文 仿佛卖种一般的东西 前缘道种 M 此物凝聚前缘道君一身修为 专刻灭运魔种 前缘道种一被取出 失去了力量源泉的微型世界 也开始幻灭 崩塌 很快便化作乌有 陆云昭将前缘道种交给原子营 夫君 这位前缘道君 生前乃是六节道君 这座道观中 想必还有他的传承 不如将其一并搬走 原子营道 来不及了 陆云昭摇头 轰隆 伴随着一声惊天巨响 两界无间大阵 被冰皇妖军硬生生打破 一头冰皇飞驰而来 遮天蔽日 诡异的蓝色冰雁 荣烧了天地 形成一片奇特的领域 笼罩道观 冰皇妖军兵破一般的眸子 凝视着道观 道 本君乃是凤七山之主 方圆亿万里的东西 都是本君所有 交出来 混缘五绝 陆云昭手掌一番 袖跑鼓荡 大道之威爆发 他一步踏出 掌中道纹流转 那天地与掌心之中 一瞬间 五道人影从东南西北中 杀向冰皇妖军 每一道分身 都有着极为强大的修为 凋虫小剑 冰皇妖军双翼一阵 蓝色冰雁席卷天地苍穹 将陆云昭的神通破灭 他化作人形 两指如年花 将一方虚空搓成一缕剑气 一剑斩向陆云昭 碰 陆云昭被一剑斩飞 撞入蓝色冰雁 子盈 你先走 他大吼一声 一柄神剑从子府飞出 剑光妖角 一剑便劈开冰皇妖军的神通神火 送走袁子盈 夫君 保重 袁子盈从陆云昭斩出的路中顿走 道友 这座道观的东西 我只拿走一枚道种 余下之物 我可以一分不要 陆云昭沉声道 你非要赶尽杀绝 冰皇妖军冷笑道 今日若不给本君一个交代 往后岂不是谁都能在凤七山为所欲为 那就站吧 陆云昭也不废话 武皇剑绝 他长笑一声 神剑一分为武 俨然是一套完整的五行大道之宝 五道剑气冲销而上 演化出一座五行领域 一剑斩下 瞬间将冰皇妖军的神通斩破 他周身缠绕武道剑光 势不可挡 主动朝着冰皇妖军杀去 苍蓝商盟陆家人 看到这一世神通 冰皇妖军也明白了陆云昭的来临 能有这份修为 你应该是陆家当代家主 不错 陆云昭道 本君与苍蓝商盟之间 有一点小过节 既然陆家家主来此 本君更应该好好地招待你一番 冰皇妖军法力鼓荡 涌入三族先顶 澎湃的混沌器冲刷而出 大顶如深渊一般 御图将整座天地都装进去 So 陆云昭见此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武道剑光忽然一收 化作一道流光顿向外界 他从始至中 都没有想过与冰皇妖军硬碰硬 你走得了吗 冰皇妖军并未气恼 他锁定陆云昭的气息 三族先顶落入袖中 摇身一变 化作一头冰皇 追逐而去 两人一追一逃 瞬间冲出两界山 陆云昭飞向凤七山深处 企图将战火 带到冰皇妖军的势力范围 这三个家伙终于走了 此刻 一个贼头贼脑的白衣少年 从终极大罗天中走出 一六烟冲入两界山 直奔前缘道军的作画之地 这尊香炉竟然是戒尊之宝 这只蒲团 竟然也是戒尊之宝 白衣少年满眼放光 喜不胜收 立即催动法力 神通笼罩整座道观 企图将前缘道军的道观 搬运到大道世界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你这只黄雀的实力不强 胆子却很大 猛然间 一道冰冷的声音 落入白衣少年的耳畔 冰皇妖军一袭血裙 肌肤如雪 毛子且冷冽如刀 啪 白衣少年的法力散去 手上的香炉落下 砸在脚上 犹如一座世界杂落 但白衣少年却物资不绝 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换无数次 最终转过身来 低头弯腰 双手呈上缩小无数倍的道观 笑音音道 在下收集此物 乃是专门准备献给军上 希望能追随军上左右 474 风无极 风道人忐忑万分 手心全是汗 他飞升之地 毗邻凤七山 飞升之后 便一直都待在附近 已然熟悉环境 自然清楚 凤七山的主宰是 冰皇妖军 他不是追杀那一位人族道军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风道人嘀咕道 陆云招实力强劲 不像是一个银枪蜡烛头 风道人估计 再怎么着 应该也能拖上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 足够他将两界山搬空 你的胆子真够肥的 冰皇妖军杀意攒动 恐怖的寒意 从他的身上释放出来 虚空冰冻 大到凝固 风道人无法动用一丝力量 如坠冰窟 道军前辈饶命 风道人察觉杀意 二话不说 立刻求饶 他绝望万分 两者实力悬殊 他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饶你 冰皇妖军默然地看着风道人 漫步惊心一瞥 方才看清风道人的容貌 也就是这一眼 让冰皇妖军的眼神忽然凝滞 整个人正在原地 一时间 冰皇妖军的气息 竟然变得散乱 寒气肆虐 动得风道人如虾一般 蜷缩在地上 瑟瑟发抖 冰皇妖军呆呆地看着风道人 长长睫毛颤动 目光不断地闪烁 种种情绪在眼睛深处浮现 起来吧 他回过神来 目中仍有几分难言的情绪 将一身气息收敛 冰封天地的寒意 如潮水一般退散 风道人心头一喜 他能感受得到 冰皇妖军的杀意消失了 只不过 风道人却不敢有一丝大意 他在下界能称尊作祖 但在鸿蒙道界 也就是一个小人物 风道人小心翼翼起身 如履薄冰 你来自何处 冰皇妖军收敛杀意 情绪渐渐平静下来 他望着风道人 又变得冷若冰霜 风道人摸不着头脑 他微微屈身 老老实实回道 在下再是一届散修 前段时间 刚从下卫面宇宙 飞升到鸿蒙道界 你叫什么名字 冰皇妖军又道 风道人愣了愣 苦笑摇头 启禀前辈 晚辈为求超脱 转世无数次 早已忘却了名字 不过 外人都称呼我为风道人 风道人 冰皇妖军目光一动 眼中露出一丝光亮 但立刻又被他隐藏起来 风道人点头 他一生追逐大道 乃是一个纯粹无比的道吃 为求大道 能不择手段 舍弃一切 风道人之名 实至名归 M 你可愿追随我 冰皇妖军淡淡道 愿意 风道人毫不犹豫 从今往后 你便是我的人 冰皇妖军想了想 风道人这名字太过难听 今后你便叫风无极吧 风无极 风道人念叨着这一个名字 心中一头雾水 他不明白 为何冰皇妖军会饶他一命 甚至是将他收支麾下 在他的了解中 冰皇妖军杀伐果断 以一己之力 镇压凤七山群妖 绝非善类 他虽然不愿意 但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多谢君上赐名 这座道观 请君上笑哪 风无极 双手奉上道观 心都在滴血 冰皇妖军撇了撇道观 这些东西 我全都用不上 你留下来吧 还有这等好事 风无极努力收敛效益 随我回凤七宫吧 冰皇妖军催动法力 笼罩风无极 二人化作一道流光 飞向凤七山深处 你在下界 有多少年了 冰皇妖军漫不惊心地问道 风无极眼神恍惚 仔细回忆一番 道 从先天际元末期 人族出生 应该已有两千多万年吧 两千万年 能在下界修成世界主 飞升鸿蒙道界 你的资质也不错 冰皇妖军露出一份笑意 又问道 你刚刚说 你转世无数次 又是怎么回事 风无极笑容苦涩 属下每一次转世 都能修炼到三元之政巅峰 但空有一身修为和天赋 却不知道超脱的法门 我尝试无数次 最后还是在天际阁主的帮助下 才炼化一枚寂灭本源道果 吞噬一座宇宙 超脱飞升 他没有隐瞒冰皇妖军 毕竟 他的修为 冰皇妖军一眼就能看穿 想隐瞒都隐藏不了 你在下界 莫非没有道理 冰皇妖军似笑非笑道 忘了 风无极努力想了想 一本正经道 应该是没有 冰皇妖军 神色极为古怪 绝对没有 风无极沉声道 他一心求道 怎会在儿女私情上浪费时间 你不必紧张 我只是对一个 转世无数次的人很好奇 冰皇妖军笑道 说话之间 两人的视线中 出现一座微微神山 仙气缭绕 锐气千条 一重重动天世界 演绎其中 更有一头头彩凤七夕 净显祥瑞之招 明明是妖族七夕地 却更像是一座仙境 瑰丽绝伦 公主 冰皇妖军降临凤七宫 诸多妖族高手 攻身行礼 风无极 不着痕迹地撇过众妖 心头一领 在场的妖族 最弱的一个 都是借尊境界的妖王 身为人族一员 风无极显得格格不入 众妖的眼神 也充斥着异样 红蓝妖王 冰皇妖军患道 属下在 一名身着妖娆红裙 妩媚多姿 浓妆艳抹的美貌女子 扭着仙妖 走到宫殿中央 他之所以会放过陆云昭 便是因为陆云昭 在压力之下 迫于无奈 将记载两界山信息的 经书预检 交出冰皇妖军 不仅如此 陆云昭将天机阁的神秘 也一并告知冰皇妖军 不然 冰皇妖军 也不会白白饶恕陆云昭 是 红蓝妖王领命 退出凤七宫 阁主已经来鸿农道界了 听到天机阁三个字 最为震惊的 要属风无极 但他也只是 在心头默念 嗯 冰皇妖军侧头看着风无极 差一道 你知道天机阁主 凤七宫中 诸位妖族高手的目光 也聚集在风无极身上 风无极压力如山 道 启禀公主 属下在下卫面宇宙的时候 确实认识一位天机阁阁主 交情匪浅 不过 属下不敢确定 苍蓝神成天机阁 与属下知道的天机阁 有没有关系 陆云昭告诉本军 天机阁是做生意的地方 只要付钱 便能查到一切想要的信息 冰皇妖军道 世上有如此神奇之地 一位妖族高手半信半疑道 那便是八九不离十了 风无极道 心头嘀咕道 阁主的动作真是够快的 我前脚刚走 他后脚便回到鸿蒙道界 风无极公身解释道 公主 天机阁主无所不知 平易近人 您若有想要知道的信息 只需要带上足够的钱 便能在天机阁买到 实不相瞒 属下之所以能超脱 便是因为天机阁 笑话 一位浑身煞气 容貌妖艺的男子冷笑一声 道 哪怕是道尊 都不可能无所不知 一个天机阁主 何得何能 真有那份本事 还需要在尘世中做生意 风无极眼观鼻 鼻观心 没有反驳此人 但也没有继续再说 公主 为何从未见过此人 又有一位满头滑发的老玉开口 他看着风无极露出疑惑之色 本君做事 还要你来过问 兵皇妖军韩声道 属下不敢 老玉慌忙退下 还有半个月 蓬莱道尊将会举行一场妖族盛典 本君会亲自前往蓬莱仙道 你们好生待在凤七山 兵皇妖军命令道 这段时间发生任何事 而等不得擅自处理 必须等本君回来再做定夺 属下尊令 一众妖族高手半跪在地道 你们都退下吧 风无极 你留下来 属下告退 众人诧异地看着风无极 不明白此人究竟是何身份 竟然能得到公主的青睐 但在凤七宫 兵皇妖军一言九鼎 他们可不敢多问 几期后 凤七宫内只有兵皇妖军和风无极 风无极低着头 直到现在 他都是一片茫然 凤七山是妖族天下 兵皇妖军更是一山之主 雄霸一方 为何将自己一个人足留在山上 明天你随我一同前往蓬莱仙道 兵皇妖军道 我 风无极哑然 他完全凌乱了 难道 这位妖族盗军看上我了 风无极心中生起一个荒谬的想法 虽然我和天机阁主一样帅 但他可是妖族道军 不会如此肤浅吧 道尊主持的盛典 意义非凡 兵皇妖军与他素未谋面 竟然要带他一同前往 这恐怕是 只有心腹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二人一前一后 走出凤七宫 今后 你便住在寒香殿 兵皇妖军领着风无极来到一座偏殿 殿中布置雅致 屏风如画 香炉鸟鸟 弥漫着一股异乡 有安神尽兴的作用 多谢公主 风无极答应下来 自己一个人族 在妖族中的待遇 似乎好得过分 其二 兵皇妖军唤一声 一位轻衣少女偏偏致 向二人威了一服 这是他的贴身侍女 你若有事 便吩咐妖去办 兵皇妖军道 此话一出 不只是风无极 清儿也是眼神恶然 从今往后 他在凤七宫的饮食起居 便由你来照顾 兵皇妖军道 啊 清儿睁大眼睛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嗯 兵皇妖军声音一沉 奴婢遵命 清儿立即道 风无极可谓是受宠若惊 事出反常必有妖 风无极心道 看来 我还是要寻一个机会 离开凤七山 他为人谨慎 兵皇妖军对他越好 他反而不踏实 须知 二人从前从未有过交集 安顿好风无极后 兵皇妖军转身走入 寒香殿右侧的梧桐殿 伴随着走入殿中 两扇殿门缓缓闭合 清儿姑娘 麻烦给我准备一点吃的 风无极笑道 公子稍后 清儿快步离去 直开清儿 风无极回到寒香殿 这一次从前缘道军身上得到的宝贝 应该能让我一鼓作气 铸就九重大道世界 风无极沉生道 世界主境界 最强者 能铸就三十三重天道界 这一个境界 与梵境的道宫境 有着异曲同宫之妙 不达到完美之境 在这条路上的成就有限 风无极目光坚定 老子这辈子 一定要走到最高的那座山上 一览众山小 四百七十五 乘风而起 陆云昭与原子银归来 二人回到陆府 便前往祖地 拜见老祖宗陆玄英 怎么回来得如此之快 陆玄英正在翻地 看到二人回来 放下锄头 赤足走来 完全没有一点架子 道 此行可还顺利 遇到了冰皇妖郡 陆云昭沉生道 此女实力极强 逼得弟子不得不将天机阁主的信息 透露给她 才能摆脱纠缠 好在前缘道种拿到手了 陆玄英笑道 冰皇妖郡是九凤妖尊看中的人 实力自然不俗 你小子头脑灵活 我倒是没看错你 老祖宗谬赞了 陆云昭道 老祖宗 成风怎么不赞 原子银诧意道 这小子不肯下跌 我让他去御楼看书 陆玄英念头一动 陆成风便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浮在桌案上 一边看书 一边做笔记 全神贯注 勤勤恳恳 父亲 母亲 陆成风猛然抬头 神色一震 前缘道种拿到了 嗡 陆云昭摊开手掌心 前缘道种 缓缓声上虚空 去 他嘀喝一声 前缘道种化作一道流光 飞入陆成风的眉心 这眉道种一触碰到陆成风的肌肤 便化作一团青芒 融入他的身体 轰隆 刹那间 磅礴而温润的灵气 散入了陆成风的四肢百骸 一枚眉青色道纹 融入他的血液 骨骼乃至是魂魄 只见 一缕缕黑气 从陆成风的血液 骨骼和魂魄中升起 这一刻 仿佛有恶灵在陆成风的耳边咆哮 发出撕心裂肺的低吼声 几乎要将他的原神和肉身撕裂 他的体质太过孱弱 还需要助他一臂之力 彻底练化前缘道种的力量 陆玄英看出症结所在 瞬移而来 手掌轻抚陆成风的头顶 哄 他运转陆家的船式玄弓 五皇太玄精 五行生生不息 调和阴阳 帮助陆成风 但是没有坑一声 只要能修炼 这一点痛楚又算得了啥 呜 不知道多久后 那一缕缕黑气被氢气包裹 融为一体 陆云昭和原子营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日升月落 足足十日之后 陆成风体内的灭玉魔种 终于被彻底地清除 哄 陆成风的身体内诞生了第一道灵力 他步入了筑顶镜 红亮的道音从他的血肉中响起 与魂魄共鸣 鲜光道纹从血液中诞生 他的体质在不断地净化 尚未出世前 陆成风便以吸纳诸多天才地宝精华 如果没有灭玉魔种 他将会是一尊天生道体 但灭玉魔种的力量 生生磨灭了他的道鸡 如今 前缘道种将灭玉魔种的力量跟除 前缘道君的力量 为陆成风灌体 让他的体质飞速精华 我再让他更上一层楼 陆玄英催动法力 一枚九峭仙果出现在手上 这 这是九峭道妙果 原子营神态激动 九峭道妙果 来是九峭道妙术上接出 九千万年才会接一枚道果 此物珍贵无比 他虽是凡人 但这八百多年来 为陆家做出的贡献 胜过无数人 这枚九峭道妙果 他受得起 陆玄英大手一挥 九峭道妙果落入陆成风的体内 我带成风谢谢老祖宗 陆云招和原子营跪在地上 叩谢陆玄英 在陆玄英的帮助下 陆成风不断汲取九峭道妙果的力量 一身血液化为倒血 呼吸之间 净是仙灵之气 他已是仙体 这辈子 哪怕是不修炼 一呼一息之间 也能吞吐天地灵气 没有一丝境界的稚骨 就能修炼到真仙境界 而且 一旦将九峭道妙果的精华完全吸收 他的体质将会转化为九峭道体 未来成就道君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陆玄英的这一份礼 着实贵重 我 我感觉到灵气了 陆成风激动万分 他闭着眼睛 感受着灵气在四肢百海间流淌 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陆云招夫妇二人 也是喜极而泣 九峭道体一成 以他们夫妇二人掌握的资源 就算是硬生生去堆 都能将陆成风堆到道君境界 还不快多谢老祖宗 陆云招郑重道 陆成风立即反应过来 跪在地上 神色诚恳 道 成风多谢老祖宗成全 未来的陆家 还要由你来挑起担子 陆玄英扶起陆成风 眼睛直视他 道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 陆云招精神大振 老祖宗此话 分明是内定了下任家主的人选 陆成风本来就聪慧 炼化前缘道种 又得到九峭道妙果的加持 更是聪慧 顿时领悟了陆玄英的意思 成风必定不负老祖宗厚望 陆玄英欣慰地点点头 成风 你既然已经可以修炼 那为父现在 便将我陆家最顶尖的功法 五皇太玄经传授给你 陆云招道 此法是老祖宗柔和无数经典开创而成 直指道君之境 父亲 请恕孩儿不孝 陆成风犹豫几秒 道 五皇太玄经虽强 但这世上必定还有更强的法门 陆玄英吹胡子瞪眼 好小子 你这是嫌弃老子的法门 老祖宗 成风不敢 陆成风尴尬不已 他确实是不太能看得上陆玄英的法门 毕竟那么多年过去 陆玄英依旧在道君境界 无法晋升道尊 因此 修炼五皇太玄经成就有限 陆成风是一个贪心之人 长生之后 五皇太玄经显然无法让他成就无敌之位 老祖宗 您不是想要试探一下 天机阁主真实的境界吗 陆成风目光狡黠 道 如果 我能在天机阁用钱买到道尊功法 那是不是证明 天机阁主的境界 至少也是在道尊之境 So 话音一落 陆玄英 陆云昭和原子银三人 都是惊叉的望着陆成风 这想法真是疯狂 道尊级别功法 绝对是传世经典 鸿蒙道界最顶尖的宗门圣帝皇朝 怎么可能买得到 但是 陆成风的提议 却令他们蠢蠢欲动 老祖宗 弟子并非嫌弃您开创的法门 而是想借此机会 帮老祖宗试探一下天机阁主的底细 陆成风笑道 原子银白他一眼 自己的儿子 他最是清楚不过 明明就是嫌弃 当然 陆成风此法 倒是给了陆玄英一个完美的台阶 如果买不到 那他只能修炼五皇太玄经 如果能买到 不只是陆成风 即便是陆玄英和陆云昭 也能摒弃五皇太玄经转修道尊级别的功法 这么一来 陆玄英成就道尊果位的几率便更大 好小子 陆玄英重重地拍着陆成风的肩膀 陆成风哪里承受得住 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 身躯酸软 骨骼扶苏 绝对是故意的 陆成风委屈不已 你们便再去一趟天机阁 陆玄英眼含期待 如果能带回道尊法门 那对于我陆家而言 就是盖世奇功 是 陆云昭三人 攻身退出阻地 子英 此事不能声张 你待在府中 陆云昭叮嘱道 你留下来 时刻观察大长老他们的动向 我知道 袁子英看向陆云昭 告诫道 夫君 道尊法门事关重大 乃是绝世之命 你们要掌握好分寸 莫要触怒了天机阁主 他也极为担忧 我明白 陆云昭笑了笑 与陆成风一同前往天机阁 没过多久 二人便悄然来到天机阁 一晃十多日过去 再来天机阁 人物依旧叶旭正在和苏慕下围棋 无相魔尊看得津津有味 不时出声指点 吴子齐 象齐 斗地主都腻了 叶旭想挑战一下围棋 便让苏慕一板一眼地叫道 一天之后 他便掌握了围棋基本技巧 天天与苏慕切磋 绝杀 苏慕一指落下 绝杀叶旭 哈哈 苏慕笑得合不拢嘴 阁主 十颗圆精 叶旭的围棋记忆 太烂了 和叶旭下围棋 根本就是在捡钱 无相魔尊 观其不与真君子 你在一旁不停开口 思绪都被扰乱了 叶旭道 这一局的钱 你来付 阁主 我不是君子 无相魔尊咳嗽一声 眼睛一转 撇到陆云昭父子二人 急忙邀请道 阁主 陆家客人又来了 二位请坐吧 叶旭坐视起身 阁主 你还没付钱 苏慕悠怨道 我像是输不起的人吗 叶旭清了清嗓子 拿出一百美元金 豪气十足 道 拿去 多了九十颗元金 苏慕眼睛精亮 下次输了 就在里面扣 扣完为止 叶旭补上一句 还是那么抠门 苏慕道 叶旭与陆云昭相断作 陆成风立在一旁 叶旭目光一瞥陆成风 笑道 陆小友真是鸿浮起天 不但恢复了先灵之体 还更进一步 成就了九窍道体 全靠阁主神机妙算 陆云昭道 成风 还不快谢谢阁主 晚辈拜谢前辈 陆成风 长衣道地 阁主 我曾允诺 若无而能驱除灭运魔种 踏上修炼之路 便要背上厚礼 刷 一个金色宝盒 出现在陆云昭手上 他满脸笑容 道 这便是我准备的礼物 希望阁主能收下 476 星辰坠落 陆云昭开启金河 灵雾阴晕 先灵之气 一满天机阁 一枚盘桃静静地躺在河中 道文交织 诠释着天地道庙 苏慕 无相魔尊二人眼神炽热 他们仅仅是闻到盘桃的气息 一身法力便自主运转 隐隐要突破智骨 再上一个台阶 盘桃 夜叙目光一动 这枚盘桃 可不是下卫面宇宙的残缺货色 而是实实在在的盘桃母树 结出的仙果 凡人吃一枚 也能长生不老 百病不生 请阁主笑呢 陆云昭笑道 此物的价值 远超万古混沌莲 盘桃母树 是与九桥道庙术一级的天地神物 盘桃的价值 与九桥道庙果相当 陆道有太多理了 夜叙一边客气 一边将盘桃收入囊中 兑换 恭喜宿主 获得五万鸿蒙点数 这么多 夜叙惊了 这一枚盘桃 当真是厚礼 苍蓝陆家 真是财大气粗 无相魔尊哈拉子都在留 其实 晚辈与家父此行拜访前辈 还有一事 想要请教前辈 陆成风收敛笑意 神色正重道 说吧 夜叙笑道 不知天机阁有没有道尊级别的功法 陆成风沉声道 晚辈出入修行路 希望求得一门功法 夜叙似笑非笑 陆家的五皇太玄经 在苍蓝仙玉 也是鼎鼎有名的修道经典 你居然都看不上 陆小友的野心真是不小 陆云昭没有吭声 苏木和无相魔尊 亦是平住呼吸 你可知道 道尊功法 有价无事 夜叙淡淡道 陆家屹立苍蓝仙玉 无尽岁月 都没有得到一门道尊功法 你怎么会觉得 我会将道尊功法卖给你 前辈是生意人 陆成风不卑不亢 道 如果买不到 那就是价钱不够 夜叙眯起眼睛 阁主勿怪 小人乳秀未干 若有得罪之处 在下带他向阁主赔礼 陆云昭生怕陆成风 触怒夜叙 立即出声道 陆道有不必紧张 夜叙道 道尊功法 我的手上倒有不少 只可惜 恐怕卖了整个陆价 才能买得起 鸿蒙道界 先欲无数 道君更是如过江之计 但道尊强者 却是万中无一 每一位道尊 都是在大道上 走到极致的存在 乃是大道至尊 一言即出 便是金口欲言 言出法随 陆家的确是大福之家 但想要换取一门道尊功法 也还有所欠缺 陆云昭神色黯然 夜叙此话不假 道尊功法几乎是有价难求 即便夜叙手上有 他们也不一定能买得起 陆成风谋光异议 他听出了夜叙的弦外之音 天机阁有道尊功法 前辈 完整的道尊功法 陆家或许真买不起 但是 如果是一部分呢 陆成风忽然开口道 夜叙的念头 沉入系统商城 功法分类 最上面一栏 便是道尊级别的法门 最便宜的一种法门 也要十亿鸿蒙点数 换算一下 就是一千亿元金 苍蓝商蒙雄剧苍蓝仙玉多年 一千亿元金绝对拿得出来 但那是六大家族的钱 并非只属于陆家 这也太贵了 夜叙扎舌 系统的价格 绝对要超出原本的价值 不知道 我修炼的一经 是不是道尊法门 系统 购买道尊功法 能不能分期 夜叙驱除杂念 问道 需要付利息 那只是购买一部分呢 夜叙诱到 他不可能将整部道尊功法 卖给陆家 毕竟 他的实力有限 无敌领域能覆盖的范围 也只有三万里 一旦陆家拿到完整的道尊功法 陶之夭夭 剩余的尾款 他也不可能收得到 稳妥起见 夜叙不会同意陆成峰分期付款 道尊功法 分为四卷 凡 神 仙 超脱 每一卷法门 都有其价值 可分开购买 夜叙心中一定 陆小友 你是我在苍蓝神城第一个客户 夜叙慢悠悠道 苏目付费不已 一般夜叙这么开头 那就是要坑人的钱奏 我最爱乐于助人 看在你与我有缘 又一心求道的份上 我可以卖给你前三卷道尊功法 夜叙笑道 真的能买 陆云昭和李成峰父子对视一眼 神色顿时炽热万分 凡 神 先三卷功法 三亿元金 夜叙开价道 这三卷法门 在系统商城的标价 乃是两百万鸿蒙点数 但经过上一次后 夜叙也算了解到陆家的超能力 因此 他开价三百万鸿蒙点数 他相信陆云昭一定会买 这门功法 不只是陆成峰想要 陆玄英也想要 虽然并非完整的道尊功法 但身为一位八截道君 陆玄英也能领悟到一份奥妙 从而谋求完全版本 没有涉及超脱之法 也那么贵 陆成峰瞳孔骤缩 三亿元金 不是小数目 买 陆云昭的话简洁有利 一锤定音 阁主 这是三百万元出神石 陆云昭道 一枚元出神石 抵得上一百枚元金 请阁主过目 何必多看 夜叙笑道 单单是陆府的牌子 也不止三百万元出神石 系统立刻购买原始长生法 凡 神 先三卷的修炼法门 叮 恭喜宿主 花费两百万鸿蒙点数 下一刻 三卷功法分别涌入夜叙的心头 夜叙催动法力 将三卷功法封存在三枚玉剑中 又施加三道封印 递给陆云昭 道 二位请过目 陆云昭的神念飞入玉剑 煞事之间 原始长生法的奥妙涌上心头 明明间 他似乎看到一位高居于九天之上的道尊 轻抚他的头顶 耳畔道与渺渺 仿佛在传道寿叶一般 陆云昭的法力不由自主地运转起来 依照原始长生法的行宫路径 开始自动修炼 醒来 夜叙声音响起 陆云昭浑浑一震 立即从那奇妙的状态中苏醒 好神奇的功法 陆云昭震撼到 他完全相信 这门原始长生法 就是传说中的道尊级别法门 阁主 不知道完整的原始长生法 需要多少元出神石才能买到 陆云昭心头 升起一股冲动 他想要买下完整版本的功法 十二亿 夜叙笑道 陆云昭善善笑起来 十二亿元出神石 那可是一千两百亿元金 陆家或许买得起 但必定是要清净一切 而且一旦买了 也会暴露 道尊功法是香波波 一旦走漏风生 陆家便岌岌可危 成风 今后你便主修此法 陆云昭将记载着 繁尽功法的预简 交到陆成风手上 等你修炼到巅峰 为父会将第二卷法门交给你 陆成风点头 销行一道 最忌讳贪功冒尽 他明白陆云昭 只给他一卷功法的深意 阁主 快过来看 突然间 立在门口的无相魔尊惊呼一声 一颗星星从天上坠落了 So 陆云昭立即冲到门前 夜叙也皱起眉头 众所周知 鸿蒙道界的星辰 乃是道尊的大道演化而生 星辰坠落 代表的是有一位道尊陨落了 那 是紫阳仙玉的方向 陆云昭神情凛然 难道 是紫阳仙宫的那位前辈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阁主 在下先走一步 陆云昭带上儿子 化作一道流光 飞向陆府 他怎么走得这么紧 无相魔尊露出诧异神色 紫阳仙玉有道尊陨落 夜叙嘴角擒着一道笑容 近期之内 这地方要热闹起来了 苏木眉头紧皱 阁主 道尊也会陨落吗 477 洛尼长 为何不会 夜叙淡然一笑 道 道君有三灾九劫 道尊也有天人武衰 度过则生 度不过则生死到消 苏木恍然 想我们待在下界 修炼到巅峰 也不必理会三灾九劫 长生不死 苏木感叹道 没想到进入鸿蒙道界 实力更强后 限制更多 夜叙也愣了愣 苏木的话 好像有道理 那刚刚陨落的道尊 是怎么死的 无相魔尊极为好奇 所谓的天人武衰 又是怎么一回事 夜叙不达 消失在天机阁 系统 一百万鸿蒙点数 能让我修炼到哪一个境界 夜叙沉生道 二截道君 夜叙面色恶然 只能修炼到二截道君 看来 我想要苟到无敌的路 任重而道远 道君有九截 一百万鸿蒙点数 却只能让他修炼到二截道君 若是想要达到九截道君的境界 恐怕要进一鸿蒙点数 近生道尊 应该是十亿左右 他总算是明白 原始长生法 为何如此昂贵 突破吧 夜叙也懒得计较 他刚到上界 半个月时间 就从一位世界主 晋升为二截道君 这速度 简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而陆府 只能在苍蓝仙域独霸一方 一流势力都算不上 哄 一股神秘力量 涌入夜叙身躯 他的实力开始暴增 先天一道的奥妙 如颈喷一般浮上心头 万千感悟交汇于心 陆家祖殿 真有道尊法 陆璇英惊了 从凳子上跳起来 奔向陆云昭 玉剑交给老祖宗 原始长生法 陆璇英观摩着道尊法 心中也浮现出诸般感悟 以往对道的晦涩不通之处 也渐渐明了 一注相后 陆璇英才收敛心神 将三枚玉剑交给陆云昭 长叹一声 道 可惜没有道尊境界的修炼功法 有道是有 陆成风目光狡黠 笑道 老祖宗 完整的原始长生法 需要十二亿元出神石 您老若是拿得出来 我们再去一趟天机阁 碰 陆璇英一个暴力 敲在陆成风脑袋上 吹胡子瞪眼 道 小兔崽子 就算是卖了老子 都拿不出十二亿元出神石 这门功法 你好生修炼 陆璇英神色严肃 道 你若真有潜力 老头子倾家荡产 也会为你弄来 完整版本的原始长生法 弟子一定不辜负 老祖宗的期望 陆成风道 老祖宗 陆云昭沉音半上 道 回来的时候 弟子看到紫阳仙玉上空 一颗道心陨落 不知是不是紫阳仙玉的那一位 应该是他 陆璇英面上浮现出几分苦涩 道 算算时间 最近应该是紫阳道兄杜天人第二帅的日子 他估计没有撑得住 他一死 紫阳仙玉就是一个香波波 陆云昭也有一种 吐死湖杯之感 紫阳仙玉 乃是紫阳仙玉顶尖势力 有道尊坐镇 可一旦道尊陨落 那紫阳仙玉的地位 也会遗落千丈 很有可能被瓜分殆尽 这段时间 你要密切关注紫阳仙玉 尤其是紫阳仙玉的动向 陆璇英吩咐道 亦有异动 立即向我禀报 弟子领面 陆云昭与陆成风退出祖地 父亲 紫阳仙玉东面 我们为何不去分一杯羹 陆成风不解道 紫阳道尊对老祖宗有恩 陆云昭道 我们岂能落井下石 恩将仇报 你好好修炼 至于气韵修行的消息 魏父会过几日放点风出去 孩儿明白 数日后 一位头戴斗笠 黑纱遮面的黑衣女来到陆府前 向陆府镇守弟子 递出一面令牌 声音轻柔 道 晚辈落霓裳 求见陆家主 镇守弟子一看令牌 面色骤变 紫阳仙宫的人 眼下 紫阳仙宫被各大势力围攻 危在旦夕 此人自然是从紫阳仙宫逃出来的人 道友稍等 我立即通报家主 镇守弟子 催动传讯御符 向陆府传信 几息之后 传讯御符亮起 家主在陆都殿等候道友 请随我来 这位弟子在前方领路 骆霓裳低垂着头 看着脚尖 如木偶一般跟随而入 一刻钟后 二人来到一座气度森严的殿宇 道友请进 谢谢 骆霓裳道一声谢 走入陆都殿 只见陆云昭正大马惊刀地坐在主座上 看到骆霓裳进来后 目光一动 请坐 骆霓裳道 骆霓裳落座 本座已经许久不曾与紫阳仙宫走动 不知道有事何人 陆云昭笑问道 小女子骆霓裳 师承紫阳道尊 骆霓裳道 刷 陆云昭神色骤变 紫阳道尊的清传弟子 那地位比他都要高上一筹 他慌忙起身 拱手道 原来是骆姑娘 不知姑娘到陆家 有何贵干 小女子此来 是想要陆家还一个人情 骆霓裳的掌中 出现一枚玉剑 玉剑上缭绕五行大道的力量 与陆家修炼的五皇太玄精 同出一员 陆云昭面色渐渐凝重 终于还是来了 他心中常叹 姑娘 我虽是陆家家主 但此事事关重大 我做不了主 姑娘 随我去见老祖宗吧 陆云昭领着骆霓裳 进入祖地 老祖宗 紫阳道尊门下弟子 骆霓裳裳姑娘想要见你 陆玄英抽着汗烟的手一抖 师尊临终前 让晚辈带着此物 前来陆家 骆霓裳双手捧着玉剑 递成陆玄英 陆玄英的目光扶过玉剑 动作有几分僵硬的接住 紫阳道兄死后 老夫便知道 他一定会记得 老夫欠下的这一个人情 他目光悠悠 啊 说吧 你要老夫怎么做 我要活下来 骆霓裳抬起头 目光如电 你这是在为难我 陆玄英苦笑 小姑娘 你是紫阳道兄的清传弟子 年纪轻轻 便修炼到二杰道君的层次 他们不可能放过你 我陆家虽是苍蓝伤盟之手 但也保不住你 骆霓裳额眉紧促 前辈是想要食言吗 并非老夫食言 陆玄英道 我若是将你留在陆家 整个陆家都会给你一起陪葬 这是不可能的 前辈 骆霓裳似乎是下定决心一般 道 难道 你就不想知道 师尊是为何而死吗 此话一出 陆玄英和陆云昭的神色皆是一正 紫阳道尊之死 不是因为天人武衰的劫难 我知道 很多人都以为 师尊是死于天人武衰 但事实并非如此 骆霓裳道 师尊是 别说 陆玄英立即截断骆霓裳的话 我不想听 别告诉我 陆玄英怂了 能够害死一位道尊的东西 绝不是他一个八截道君 有胆量涉足的 陆玄英甚至不敢有一丝好奇心 前辈 紫阳先公 如今只剩下我一人了 骆霓裳摘下斗笠 截开面纱 露出一张精致如玉瓷一般的小脸 他生得如一个瓷娃娃般 戴霓间蕴藏着化不开的忧愁和悲伤 师尊对前辈有救命之恩 莫非要看着紫阳先公灭门吗 骆霓裳双瞳如水 紧紧咬着下唇 丫头 不是我不想帮 而是帮不了 陆玄英重重叹气 道 我能帮你的 就是抹去你在苍蓝神城的痕迹 让你能多活一段时间 我明白了 骆霓裳收敛情绪 系起面纱 戴上斗笠 转身便要离开 或许 有一个地方 敢收留你 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的陆云招突然出声 望着骆霓裳 问道 不知道 姑娘可否愿意意识 M PS 前面鸿蒙元经的兑换比例写错了 但鸿蒙点数价值没有错 以后会用元出神识一比一兑换 抱歉 478 越多人知道越好 你想说天机阁 陆玄英看出陆云招的心思 也是心领神会的笑出声来 道 当今世上 有本事收留你的人 天机阁主应该是其中之一 晚辈不懂 骆霓裳眼神茫然 望前辈能为晚辈解惑 天机阁主来历神秘 能随手拿出到尊级别的功法 便不会是普通人 陆玄英道 而且 此人爱做生意 你若能拿出足够的元经 元出神识和宝物 打动天机阁主 想来能留下来 还有一点 陆玄英没有说出来 如果天机阁真敢收留骆霓裳 绝对能证明天机阁主的实力 须知 紫阳先功覆灭 背后不止一个道尊 骆姑娘 你想活下来 天机阁或许是唯一的去处 陆云昭道 请陆家主带路 骆霓裏长点头 偌大的鸿蒙道界 已无他的容身之地 他只能一世 二人走出阻地 飞向天机阁 陆家主 那片神念无法感知的地狱 便是天机阁 骆霓裏长的神念释放出来 笼罩苍蓝神城 但一处方圆之地 神念却无法笼罩 仿佛是一团迷雾般 令人看不透 不错 两人降临天机阁 陆家主 您又来了 无相魔尊诧异地盯着陆云昭二人 莫不是陆家人与阁主做生意上瘾吗 我有急事求见阁主 陆云昭道 骆霓裏长目光落在无相魔尊和苏穆身上 眉头微皱 二人的修为极弱 哪怕是紫阳先公的普通弟子 也要强过二人 他的心中不经几分疑虑 阁主正在修炼 请二位稍等片刻 苏穆沉声道 没问题 二人落座下来 喝茶静候 两天后 天机阁时空深处 叶絮终于完全消化一百万鸿蒙点数转化而来的力量 成功晋升到二节道军的境界 无敌领域也在扩张 从三万里方圆成长到十万里 几乎笼罩半座苍蓝神城 半个路架都在领域之中 咦 叶絮心思一动 又有新人来了 念头一声 他便出现在天机阁中 目光锁定骆霓裴长 姓名 骆霓裴长 身份 紫阳先公弟子 紫阳道尊清传弟子 修为 二节道军 功法 纯阳太一道经 骆霓裴长的信息浮现在叶絮心头 原来是紫阳先公的人 叶絮顿时知晓 骆霓裴长的来历和来意 修行界还真是残酷 紫阳道尊一死 骆大的紫阳先公在旦夕之间崩灭 可谓是树道胡孙散 被各大势力瓜分殆尽 不过 从骆霓裴长的记忆中 他倒是知道一个秘密 紫阳道尊并非死于天人武衰 他的死 与鸿蒙道界传说中的九大天书有关 参见阁主 骆云昭恭声道 骆霓裴长一世起身 向叶絮一礼 二位不必多礼 坐吧 叶絮坐在太师椅上 等着二人开口 紫阳先公的事情 想必阁主也知道了 叶絮汗首 骆云昭又道 这位骆姑娘 如今恐怕是紫阳先公 唯一幸存下来的门人 今日来天机阁 是希望阁主能收留她 价格方面 阁主但说无妨 骆道友真是直爽 叶絮笑容满意 他就喜欢与直爽之人做生意 一位二杰道君 说强不强 说弱不弱 我便给你们一个公道的价钱 叶絮想了想 道 一天一万元出神时 一月三十万 一年三百万 嘶 苏木和无相魔尊道 吸一口凉气 好大一笔钱 阁主 在天机阁居住的时间里 骆姑娘应该不会有事吧 骆云昭问道 不会 叶絮肯定道 骆霓裴长心头震撼 这座小小的天机阁 竟有如此大的能耐 他沉吟一下 道 阁主 想要杀我的人 揭示各大仙域的顶级势力 希望阁主慎重考虑一下 叶絮不以为意 这群人不是想杀你 而是想活捉你 从你身上得到 紫阳道尊死亡的真相 他一语道出 骆霓裴长的秘密 他居然知道 师尊之死另有隐情 骆霓裴长更加震撼了 一颗心久久无法平复 骆云昭眼观鼻 鼻观心 老神在在 骆道友 你一下如何 叶絮目光转向骆云昭 成交 骆云昭没有一丝犹豫 便取出三百万元出神石 道 先住一年吧 骆家主 这笔钱我来付吧 骆霓裴长推托道 他临走时 将紫阳先公的宝库 收入大道世界 整座先公上千个元 会积累的财富 至少有一半在他身上 论身家 骆霓裴长一人 绝对比得上大半个骆家 骆姑娘 这一年时间 是我骆家代劳祖宗 还你的人情 骆云昭道 他的意思很简单 今日过后 骆家与紫阳先公的因果 便彻底了结 骆霓裴长懂了 骆旭收下三百万元出神石 骆姑娘 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在天机阁住上一年时间 骆旭但笑道 这一年之内 你走出天机阁 便与我无关 晚辈明白 那晚辈到此 骆云昭转身欲走 他可不想多待一刻 免得被外界误以为 和骆霓裴长之间有联系 等等 骆旭忽然叫住他 骆云昭转身 笑道 阁主放心 骆姑娘的消息 晚辈绝不会泄露半分 不 骆旭摇头 笑容阳光 配上一幅俊美的容貌 令人如沐春风 相反 你要反其道横之 骆姑娘在天机阁的消息 你要大肆宣传 如此一来 也能将骆家与紫阳先公的关系 撇得干干净净 骆云昭一脸愕然 他实在是搞不懂骆旭的脑回路 阁主的肚子里 又在憋坏水了 苏木知晓骆旭的形式逻辑 骆旭是无力不起早的人 他可不会好心帮陆家解围 骆尼长也猛了 他只是想隐藏起来 专心修炼 他日东山再起 这位阁主 为何要如此高调 阁主 若是让太多人知道 我在这里 恐怕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骆尼长道 无妨 叶续笑道 越多人知道越好 骆尼长和陆云昭彻底无语 陆家主 此事就包在你的身上 叶续又叮嘱一次 晚辈知道了 陆云昭勉强露出一丝笑容 道 阁主放心 我一定将骆姑娘在天际阁的消息 以最短的时间 传遍苍蓝 紫阳和蓬莱仙玉 叶续满意点头 晚辈告辞 陆云昭一溜烟冲出天际阁 他一刻也不敢再多待 等到陆云昭离开 叶续笑眯眯地看着骆尼长 道 骆姑娘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紫阳道尊到底是为何而死吗 骆尼长心头有些发怵 叶续的笑容 让他感到十分不自在 九大天书的秘密 难道你不想了解一下 叶续笑道 刷 骆尼长俏脸 瞬间变色 这一刻 他彻底相信了天际阁外 那一副对联代表的含义 自己所思所想 全都瞒不过眼前少年 他真的能窥视人心 洞彻天际 479 做看云卷云书 苏木和无相摩尊 静静看着这一幕 总感觉气氛古怪 骆尼长脑中轰鸣 叶续的每一个问题 都完美地击溃他的心房 紫阳道尊的死 一直到现在 都是一个谜题 哪怕是他 也只知晓 与一部天书有关 须知天下之大 知道此事的为他一人 叶续是怎么知道的 他有何图谋 阁主 晚辈实力低微 不敢知道太多 骆尼长苦思良久 话语模棱良可 天书传说 渊源已久 他相信 紫阳道尊是 想要度过天人第二衰 才会追寻天书的秘密 到头来 却是让自己提前陨落 道尊都会陨落 他怎么敢查 叶续摇头 没有继续谈天书的事情 啊 既然你没有兴趣 那我也不勉强 反正骆尼长要在天机阁住下 有的是时间 从他身上赚取鸿蒙点数 当务之急 是要让骆尼长 各大仙域的道君 乃至是道尊 知道天机阁的存在 将这三个字 烙在他们的脑子里 骆姑娘 这就是你居住之地 叶续挥一挥衣袖 一座时空漩涡浮现 漩涡尽头 乃是一座雅致清幽的宫殿 你进出之前 只要叫一声芝麻开门 就能自由出入 叶续笑道 一道法力 落入骆尼长的肉身 芝麻开门 骆尼长愕然 试一试 叶续念头一动 时空漩涡骤然关闭 芝麻开门 他的神色有一丝局促 更感到几分羞难 自己堂堂道君 竟然像是 在玩小孩子的把戏 哇 话音落下 时空漩涡缓缓浮现 骆尼长踏出一步 便进入漩涡中的宫殿 漩涡徐徐闭合 再也不见骆尼长 阁主真有童真 无相魔尊黑黑笑道 目光一动 阁主 这天机阁中 一切都瞒不过您 我洗澡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能看到 叶续脸色一黑 无相魔尊 你知不知道 花儿为何那么红 无相魔尊一头雾水 碰 叶续一个暴力 瞧在无相魔尊头顶 他的身躯急剧压缩 变成一个三寸高的小人 蹦蹦跳跳 不停求饶 苏木 我赚钱的速度 是不是太慢了 叶续不再理会 无相魔尊 将目光放到苏木身上 露出沉思神色 苏木无言以对 近一个月的时间 赚取四百多万元出神时 哪怕是下界的 全部买卖加在一起 都只能赶得上一个零头 叶续居然还嫌太慢 果然 人都是贪心不足 苏木沉声道 阁主 我们出来乍道 鸣声不响 再者 鸿蒙盗戒与下界不同 各大仙玉势力盘根交错 很难打理 助避税那一套 在鸿蒙盗戒 短时间内是行不通的 苏木想了想道 成立拍卖行 倒是一个可行之法 叶续汉首 再过一段时间 天际阁的名声 就能响彻个玉 他嘴角情笑 道 到时候 你与无相魔尊 便成立一个拍卖行 免得整天无所事事 苏木皱眉道 苍蓝商门 似乎也有这方面的业务 没事 叶续道 我们做一点小生意 想必陆家 会给我一个面子 你的修为 确实弱了 叶续话锋一转 嗖 他屈指一弹 一道流光没入苏木的眉心 那是一篇经文 乃是传承自众庙之门 名为众庙天玄金 昔日 九公子铸造盘古宇宙 乃是以鸿蒙道界为原型 所以 众庙之门的真正本体 在鸿蒙道界之中 未来你未必没有机会 掌握真正的众庙之门 属下叩谢阁主 苏木深受感动 只不过 一股力量拖起他的身体 并没有让他跪下 你我也算是老相识 犯不着如此 叶续笑道 我会在天机阁内 为你们开辟出一座时空领域 让时间流速变缓 轰隆 叶续心念一声 时空通道骤然开启 这座时空领域 外界一天 领域三年 你和无相魔尊 月灵溪 仙儿四人 就在里面好好修炼 这些资源 你们自己合理运用 他大秀一挥 一座洞天世界 显化在时空领域 多谢阁主 无相魔尊激动万分 但他太小了 声音细弱文盈 进去吧 四人飞入时空领域 叶续目光深邃 此次兑换修炼资源 花费五千鸿蒙点数 对于他而言 不值一提 苏木一行人 是叶续在这座陌生世界 为数不多 能称得上朋友的人 他自然不会放任他们不管 系统 使用一百二十万鸿蒙点数 助我提升到三节道军 叶续沉生道 他还需要留下 一百八十万鸿蒙点数 以备不时之需 哄 磅礴神力诸如叶续肉身 他的修为 也火箭一般飞升 日子一天天过去 紫阳仙宫灭门的事情 在周围的仙域持续发酵 一个个势力颁布悬赏令 搜寻洛尼长下落 苍蓝商萌 六大家足聚首 洛尼长就在苍蓝神城 听完陆云招一番话 秦家家主神色震撼 陆云招汉手 洛姑娘曾来过陆甲 但本作又怎么敢收留他 陆云招叹道 于是 洛姑娘便孤身离去 不曾想尽留在天机阁 陆云招将自己 撇得干干净净 说起天机阁 我倒是要问问陆兄 此刻 洛家家主冷声道 这段时间 陆家借助苍蓝商萌 在苍蓝仙域 紫阳仙域和蓬莱仙域 宣传天机阁 这究竟是何地方 不错 洪家家主道 希望陆兄能给我们一个解释 碰 另一头 原家家主 陆云招的老丈人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冷哼道 宣传天机阁 动用的是我原家和陆家的资源 关你们屁事 你们有何资格过问 袁老哥 你不要那么暴躁 上官家家主 是一个面白无虚的中年男子 手持白纸扇 兵兵有礼 道 六大家族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云招形势反常 我们自然要过问一下 实不相瞒 天机阁主修为深不可测 本座此举 也只是想与阁主结一个善缘 留一条后路 陆云招淡淡道 哈哈 真是笑话 秦家家主吃笑一声 真有那么厉害的人物 为何要归宿于异渝 陆云招目中闪过戾气 秦家与洛家 已是二公子走狗 两大家族 差一点让他无后 这一笔账 他一直都记在心里 只是 现在不到清算的时候 诸位道友 洛尼长身上 携带着紫阳先公的重宝 还有紫阳道尊陨落的真相 而秦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你们难道不想查一查 洛家家主沉声道 话一出 洪家和上官家两位家主 明显易动 你们想要动他 是你们的事 陆云招道 你们不得打着苍蓝商盟的旗号 岳父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们走吧 他静止走出苍蓝商盟总部 云招 这天机阁 老子也听紫阴说过 但他说的不仔细 是不是真有那么厉害 袁清风问道 岳父 等到紫阳先公的风头过去 我带您去一趟天机阁 陆云招黑黑笑道 等到了天机阁 你便会知道 天机阁主是何等欺人 袁清风兴致勃勃 自家女婿 性格成熟稳重 一瞬间 袁清风的兴趣便被勾起 四百八十 看看谁先忍不住 老爷 玄斗大人在府上等您 秦府管家传音会报道 秦家家主神色微震 望向洛家家主 笑道 洛兄 我们二人也有许久不曾畅议 不如今日去我府上 一醉方休 求之不得 洛家家主也是老狐狸 立即会议 二人向上官 洪家之主告辞 一同坐上宝脸离去 前往苍蓝神城秦家的府邸 这两个老东西 都不是省油的灯 上官家主轻摇止善 眼神凝重 道 洪兄 如今苍蓝伤盟表面上 虽是一个整体 但陆家与原家是一派 秦 落两家 也沆泻一气 有的事情 我们也该早做决定了 上官兄放心 洪家家主道 等我回去 便把我家小子 送到上官府 给你当姑爷 啊 上官家主嘴角抽搐 绊住相后 秦府的宝脸 停在府底前 与陆府一比 秦府的规模远远不如 但也是十步一格 五步一楼 气派十足 两位家主一步踏出 便跨越虚空 来到秦府主殿 殿内 一位鹤发童颜 精神绝硕的清衣老者 正在独自饮茶 神色悠闲 哪怕是看到 两位家主 也并未起身 此人正是玄斗骨线 他的气息极强 哪怕是与陆家老祖宗 陆玄英比起来 也毫不逊色 显然是达到了 八节道军的境界 拜见大人 二位家主恭身义礼 毕恭毕敬 完全没有外人面前的狂傲 二位太客气了 玄斗骨线缓缓放下茶杯 开门见山道 老夫今日前来 是为了紫阳先公的事 二公子将此事 交与老夫全权办理 你们需得全力配合 遵令 二位家主对视一眼 都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玄斗骨线是二公子心腹 不险山不露水 但一个紫阳先公 却让二公子如此重视 显然是另有隐情 老夫在来的路上 听到了一个消息 玄斗骨线道 紫阳道尊的徒弟 此时正在天机阁中 是也不是 听到消息的一瞬间 玄斗骨线的人都梦了 一个反应 便是天机阁主 也返回了鸿蒙道界 对于叶旭 玄斗骨线一直有阴影 是 秦家家主心头一惊 消息传播的速度也太快了 大人 是否有不妥之处 洛家家主皱眉问道 他从玄斗骨线的语气中 觉察到一丝古怪 你们可有关于天机阁的消息 玄斗骨线问道 二人摇头 一问三不知 想来也不会那么巧 希望不是他 玄斗骨线探道 真要是叶旭 那紫阳先公的事情 可就棘手了 大人 既然已经知道人在哪里 我们是否立刻行事 洛家家主道 等等 玄斗骨线严谨低垂 神色严峻 紫阳道尊的事情 牵连太广 诸位公子都在暗中谋划 我们不要做了那只堂王 紫阳道尊的陨落 背后隐藏着一部天书的秘密 此事 知者甚少 若非如此 二公子也不会对一个紫阳先公 如此上心 静观其变 一艘七彩宇舟飞入苍蓝仙域 兵皇妖君和风无极 风道人 并肩而立 这段时间 天机阁的名声很响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兵皇妖君吟吟一笑 天地间的风景 都被他这一笑的光芒掩盖下去 风无极笑了笑 没有说话 他飞升到蓬莱仙域时 从未听过天机阁 但进来的时间 各域都流传着天机阁的信息 显然是有人在推波助澜 这一手段 必定是夜叙 只是 但是风无极并未多言 与我在一起 无需如此谨慎 兵皇妖君笑道 难道我会吃人吗 风无极一正 慌忙摇头 公主是天线般的人 生而神圣 属下心怀敬畏 不敢见远 兵皇妖君慵懒地坐下 坐吧 他拍拍身旁位置 属下不敢 风无极道 既然你知道自己是属下 那就要听命令 兵皇妖君道 风无极头皮发麻 只能坐下来 与兵皇妖君待得越久 他心中跑路的念头 便越是强烈 你可知道 外界都在传 紫阳道尊的死 并非是因为天人武衰 而是与传说中的天书有关 兵皇妖君笑道 天书 风无极面色一动 这些日子 他忙着炼化 前缘道君遗留的宝物 一举铸成九重大道世界 境界依旧是在世界主初期 他哪里会关注这些 兵皇妖君情首清点 道 传闻 鸿蒙道界开辟之际 曾孕育出九大天书 乃是九种制强大道孕育而成 但是 没人知道天书的下落 风无极兴趣盎然 公主 天书有何作用 兵皇妖君美眸瞥着他 道 九大天书代表的是九种极致的法门 一旦得到 参悟其中玄妙 便能问鼎至高 至高之境 风无极疑惑不已 那是何境界 兵皇妖君缓缓摇头 他只是六节道君 层次太低 能了解到的信息也极为有限 天书 风无极难难道 苍蓝成道了 就在此时 兵皇妖君精神一震 立即起身 又恢复成冷若冰霜的神情 公主 我们立刻去天习阁吗 风无极期待道 不行 兵皇妖君道 眼下盯着天习阁的人太多 但却还没有人主动出手 显然都在观望 风无极不以为意 叶絮的无敌 早已烙印在他的灵魂深处 他前往天习阁 又不是去抢人的 自然不会得罪叶絮 进入天习阁后 得想一个法子 摆脱此女 风无极心道 整天陪伴在一位道君身边 风无极处处受限 他的修行 都会受到干扰 二人来到天习阁旁 风无极目光所及 顿时看到那一副对联 天习阁的装饰 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他心头大喜 但面色却极为平静 先住下来 静观其变 兵皇妖君道 与此同时 一道道目光 也在注视着天习阁 不过是一个方寸之地 却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好 忽然间 一声如龙吟 如牛吼的咆哮声 响彻苍兰神城 一头弊案从天而降 神威不凡 周身覆盖着金色甲皱 气息强大如虹 这头弊案的头顶 立着一位身着紫袍 气息浩瀚的道君 是万寿仙宗的宗主 苍兰神城中 有人认出紫袍道君 万寿仙宗 身处紫阳仙玉 一直被紫阳仙宫压一头 这次紫阳道尊陨落 万寿仙宗 第一个向紫阳仙宫开战 他追到苍兰神城 不只是要赶尽杀绝 也想得到紫阳仙宫的宝藏 以及紫阳道尊死亡的真相 宗主 那就是天机阁 一个个万寿仙宗的道君降临 足足有七位 皆是目光不善地看着天机阁 请宗主示下 七位道君请示道 别动手 有古怪 万寿宗主的神念笼罩天机阁 却完全看不透 只是 他并没有多少惊讶 天机阁敢放出风来 告诉天下人 骆尼长就藏在他的地盘上 自身的实力 肯定是十分强硬 都是活了不少园会的老狐狸 没有一个是傻子 眼下 各大高手都隐藏在暗中 暗兵不动 明显就是想要静观其变 试探一下天机阁主的本事 他们不急 本座自然也不急 万寿宗主冷笑一声 目光环视四方 背负双手 看看谁先忍不住 宗主应命 七位道君奉承道 他们也察觉到不对劲 万寿宗主嘴角一抽 其实 刚当他差一点便没有忍得住 向天机阁动了手 481 吓破胆 人都来得差不多了 一座高楼上 玄斗古仙 秦家和洛家家主 远眺天机阁 玄斗古仙神念笼罩苍蓝神城 嘴角浮出一缕笑意 苍蓝城中 隐藏着一股股强大的气息 不弱于他 甚至还有比他更强的修行者 各方都在观望 唯一棘手的 便是天机阁主 玄斗古仙探导 最糟糕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那座天机阁 绝对是从盘古宇宙飞升而来 天机阁主贪得无厌 想要从他手上夺走落霓裳 比登天都难 玄斗古仙目光闪烁 想到下界的经历 他便感到憋屈 当然 眼下各方都在观望 没人打破将决 秦家家主皱紧眉头 这么下去 也不是一个办法 难道你想做马前卓 洛家家主翻白眼道 秦家家主立即摇头 比我们更着急的 大有人在 玄斗古仙笑道 看着吧 天机阁主行事张狂霸道 他可不想第一个吃扁 这万寿仙宗 也是一群软脚虾 洛家家主嘲笑道 万寿仙宗来势汹汹 结果却止步于天机阁前 雷声大 雨点小 嗖 就在此时 一声龙银震撤天穷 一道雷光从天而降 落在天机阁前 化为一名身着银袍 龙脚争戎的青年 此人修为极高 乃是一位七节道君 龙元师兄 兵皇妖君奋谋微动 银袍龙族是蓬莱道尊的七弟子 本体是一头孽龙 血脉强大 天赋极高 是有望修成道尊的人选 龙元道君降临苍蓝城 明显是蓬莱道尊的旨意 哪怕是道尊 也在暗中窥视事态发展 哼 龙元道君目光一扫四面八方 冷哼道 一群唠肿 来都来了 竟然连天机阁都不敢走进去 妄自修炼无数岁月 龙元道君此言诧异 万寿仙宗宗主笑道 我等并非畏惧天机阁 只是不想做那一只螳螂 免得被暗中隐藏的小人所称 不敢就是不敢 诸多借口 龙元道君讥笑道 万寿宗主面色微微一沉 却不敢发作 毕竟是蓬莱道尊的清传弟子 修为也不弱 他也得给几分面子 龙元道兄义高人胆大 我等佩服至极 一位道君恭维道 只是 不知道龙元道兄 是否敢进入天机阁 带出骆霓裴裳 龙元道君嗤笑一声 有何不可 众多道君暗自高兴 终于有人愿意第一个出面 风无极皱眉 他可不相信一位七节道君 会愚蠢到这一步 龙元道君停步天机阁门前 朗声道 晚辈龙元 蓬莱先遇蓬莱道尊七弟子 求见天机阁主 进来吧 淡淡的声音从天机阁传来 真是阁主 一具枯骨披着破烂衣裳 盘坐在道观中 枯骨头顶 悬浮着一道宝光 宝光中 隐约能看到 一座光怪陆离的威胁